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第十九章所得税 应该说呢所得税这张是我们驻快考试的传统的老牌重点章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章的核心考点 首先作为所得税它是一个独特的会计核算思路 应该说呢所得税会计的目标非常清晰 就是要找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这个项目 当然你要想找到利润表中这个所得税费用 你就得知道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是怎么构成的 很简单还有两块构成 一块是当期所得税费用 一块是地延所得税费用 因此你要想找到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你把当期所得税费用找到 再把地延所得税费用找到 那么很显然你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就找到了 那么怎样去找当期所得税费用呢 要在企业当年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按照税法的规定将其调整成应纳税所得额 再乘以企业当期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计算出企业当期的应交所得税金额 你若算出当期应交的所得税金额 所得税费用中的当期所得税费用 我们就找到了 这是当期 那么地延所得税怎么找呢 你要想找地延所税的话 你得通过比较资产负税表上的各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在这里 账面价值的经济学含义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这是资产 是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 那是负债 这是账面价值 而计税基础呢 也分资产和负债 资产的账面价值是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 而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未来流入的经济利益中 有多少是可以扣除的 这是资产的计税基础 而负债的账面价值是将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而负债的计税基础是将来经济利益的流出 结合中有多少是不让扣除的 让扣除那是资产的计税基础 不让扣除的是负债的计税基础 当我们找到了同一项资产的同一个时点的 账面价值和积税基础时 通过比较 如果发现有差异 并且这个差异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增加 也就是说今天形成这个税块差异 让企业将来的应纳税所得增加 将来会多交税 将来如同有未来经济流出去 今天应该是认为地盐所得负债 如果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积税基础去比较 今天的差异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增少 将来的应纳税所得增少的话 将来会少交税 将来少交税如同在未来有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今天要确认的话 确认为地盐所得资产 这是关于资产的 账面价值和积税基础形成的差异 它分为了应纳税资产差异和可抵扣资产差异 应纳税资产差异让将来多交税 今天确认地盐所得负债 可抵扣资产差异让将来少交税 今天确认地盐所得资产 这是资产形成的税块差异 那么负债的税块差异呢 跟资产的税块差异是同样的 你也要分析负债的账面价值和它的计税基础 形成的差额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增加的将来会多交税 将来多交税如同未来有经济利益流出去 今天应该确认为地盐所得负债 那么如果负债的账面价值和积税基础形成的差额 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减少的 将来可以少交税 将来少交税这件事如同未来有经济利益流入 且今天要确认的话 确认地盐所得资产 像这样的思路 大家呢要清楚 当你确认了地盐所资产跟地盐所负债之后 那么对应的项目是谁 通常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所得负费用里的那个地盐所得费费用 当然这是通常也不绝对 有些特殊情形下 你确认了地盐所资产 对应的可能不是所得费用 你确认了地盐所负债 对应的也可能不是所得费用 它不是所得费用是谁呢 可能是商誉啊 资本公积啊 其他组合收益啊 等等一些项目 当然我们确认地盐所资产跟地盐所负债时期 对应的项目是所得费用 这是一个主流 那么非主流的特殊情形 我们特殊记忆 什么时候走商誉 什么时候走资本公积 什么时候走其他总共收益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在算当期所得税时 用的税率是当期使用的税率 而我们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跟地盐所得负债时 用的是将来的税率 如果企业税率一直没有变化 现在税率和将来税率是一样的 如果税率有变化的话 当期所得税用的是今天的当期的税率 而地盐所得税用的是将来转回期间的税率 这些细节我们一定要注意 尽管地盐所资产是将来少交税 颠锁负债是将来多交税 这里有将来的概念 我们却不必对它进行折线的处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具体提醒 首先来看一下单项选择题 来看第一题 A公司 08年因债务担保确认了预计负债500万 那么这里面债务担保有预计负债 代计预计负债 债务担保本身如果设计诉讼的话 可能有营业外支出 建业外支出代计预负债 担保方未就该向担保收取相应责任相关的费用 因产品质量保证 预计负债 产品质量保证的预计负债的确认 我们是代计预负债务的是销售费用 这俩都是代方的预计负债 借方走了相关的费用 或者损失 假定税法规定 考试时呢 这个假定税法规定啊 并不一定是我们目前税法的真的规定 当然通常跟目前税法规定应该是一致 也就是说一致不一致 你不用担心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有人肯定要说我今年没考税法 你老说税法规定 那我不知道怎么办 没关系 咱税法的规定到了会计考题中 他都说假定税法是怎么规定的 那么就按他这个题目本身给出的 已知的这个条件来进行处理 这就足够了 假定税法规定 与债务担保有关的费用 不允许税权扣除 那么与债务担保有关的费用 不允许税权扣除 说的是不允许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时候都不允许 不是说今天不允许 将来一高兴就允许了 不这样 什么时候都不允许 其实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永久性差异 那么担保券予以付 要是不允许扣除的话 在计算当期所得税率的时候 在企业当年利润总的基础上 首先你要加回一个五百万来 加这五百万将来是不能减掉的 这个是影响当期所得税了 同时这里面有没有地盐呢 没有 因为它不允许事权扣除 是一种绝对的不允许 另外 与产品质量保证有关的费用呢 在实地发生时 允许事权扣除 那是说实地发生时 才允许扣除呢 今天你仅仅是计题 或者预计了 这个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我们没有实地发生 所以是不允许扣除的 那么今天你预计的时候 你将来实地发生时允许扣除 今天不允许扣除 那就意味着 在今天算当期所得税的时候 要在企业当年利润总的基础上 先调增 调增多少呢 调增这一百 调增一百之后 算出了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且适用的所得税率 计算出企业当期 计算出企业当期应交的税税金额 先调增 那么调增之后 算出当期了 然后再说帝延 帝延呢 我们说今天你有预计负债 一百万这是账面价值 将来流出一百万 说话说 流出时实地发生时允许扣除 那么这一百万都是可以扣除的 不能扣多少 不能扣的为零 所以这零 就是这一百万的计税基础 那么账面价值一百万 计税基础为零 流出一百万 有不能扣除的是零 那么一百万都能扣除 所以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差额一百万是可抵扣 三十性差异 A公司呢 适用的所得税率是25% A公司未来年度 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额 用于抵扣可抵扣三十性差异 这句话是等于告诉我们 只要在考题中出现这句话 就等于告诉我们 如果你形成了可抵扣三十性差异的话 你尽管放心大胆的 确认递严所得资产 因为未来有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来抵扣你这可抵扣差异 你所谓的少交税 你一定能够充分的做到少交的 如果你能充分做到少交税 那么这个差额就会成 直接乘以税率 算出你的递严所需资产 那这里边 比如说这里边有可抵扣差异 一百万 就可以对一百万成25% 确认递严所资产 二十五万就没问题了 那么那五百万的是永久性差异 而这一百万的是可抵扣差异 确认递严所资产 二十五万 这是没有问题的 来一起看 A公司该业务设计的预计负责 在08年末的积税基础是多少 你问的是积税基础 那他得分着说 你看他说这么热闹 他问的太简单 先说那个担保的预计负债 这五百万是账面价值 将来流出去的时候 都不允许扩除 那都不允许扩除 这五百万是积税基础 另外这一百的时候 是流出一百 都可以扩除 不能扩除为零 所以加在一起的是五百加零 所以最后是五百 因此本期的正确选项是C选项 积税基础为五百 老师我觉得你分析那么多 怎么问的这么简单呢 是的 咱们是居高临下的看这问题 那么这道题他所问的问题 我们都能够掌握 其实他问的很简单 只是问了积税基础而已 他要是问你确认多少 电锁资产 其实你也能说出来 因为这五百是永绩性差异 这一百才是可抵护差异 他要确认的话 确认第二次资产是25万 这些我们只是根据题目 来进行分析就可以 好 本期的正确选项是C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第二题 假期 成立于08年 主要从事A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是25% 3月10日购入价值为200万元的设备 3月10日购入设备 当日投入使用 那是3月投入使用的 从4月开始折旧 预计守年限是5年 没有残值 7月才有年限平均法替折旧 税法和会计的折旧方法 及净残值相同 这都税法也是直线法 但是税法规定的 折旧年限是10年 会计是5年 税法是10年 咱先说的1年 那么你会计上是200万 要是5年的话 200除51年40 那么你要是10年呢 10年是200除10 1年20 咱就先说那 别说具体年 就说这整个的1年 就是某1年 会计上折旧是40 200除5是40 税法折旧 6是20 会计折旧大 会计算出的账面价值 低于税法的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比计税基础低 形成的是一个可抵扣差异 为什么呢 因为资产账面价值低 说明将来流入的少扣除的多 把流入的都扣除 把别的流入也扣除了 所以它让将来的应纳税 所得减少了 将来少交税了 所以今天确认的是低按损资产 它是个可抵扣差异 好 关于折旧 已经形成了可抵扣差异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账面价值比计税基础要小 我们来继续看 假企业当年实现 销售收入是2000万 发生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共计支出了350 税法规定广告和业务宣传费 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的 15%的部分准以扣除 15%那2000万的15%是300万 2000万的300万 准扣除 那么超过那50万呢 超过部分 集团以后年度扣除 还是可以扣除的 那就表明今年呢 你这350万的销售费用 都可以记住当期损益 但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咱得当年先加回50万来 为什么加回50万呢 当年超过这50万 是不让扣除的 因为你2000万的15% 一共是300万 你现在花了350 超出50 这50当年不让扣除 但是将来可扣除 那就可以理解为 我们这里假设是像资产的话 这项资产占卖价值为0 却可扣除50 继税基础大于占卖价值 形成了可体货差于50万 确认的是地盐损税资产 50万的25%就够了 我们继续 08年末 假设应确认的地盐损税资产是多少 诶 这里边要确认多少地盐损税资产呢 我们一看便知啊 首先我们得算算 折旧到底差了多少 刚才是整年 咱说一个是200除5那是40 一个是200除10那是20那是整年 你这里边是三月份购入 从四月份开始折旧 所以当年扣掉三个月还有九个月 十二分之九也就说我们差了多少呢 我们是 这里边是 会计折旧比税法折旧高了20 高了20 那么总的一年高20 那么这九个月高多少呢 20除以12乘以9 其实就是乘以四分之三 那就等于15了 所以在这里 折旧差了15 最后是账面价值小于计垂基础15 因为它是按九月折的 这15的计垂基础 大于账面价值是可折扣差异 另外这里面还有个50的可折扣差异 一共是65的可折扣差异 65的25% 我们要确认多少呢 65的25% 那应该是16.25 对吧 65乘以四分之一 16.25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就是A选项 16.25 咱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地银索资产是怎么算的呢 这里边有一个50 再加上200除5乘以12分之9 再减去200除10乘以12分之9 其实就是40减20 还有20 20乘以四分之三 所以是15 60加15乘以25 16.25 跟老师算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科折扣差异 问确认多少低严锁资产 一共是65万的科折扣差异 确认的是65万乘以25% 确认是16.25的低严锁资产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A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第三题 为了鼓励高新产业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于08年将假公司纳入了高新企业行列 并规定其在09年1月1日起可按15%的税率交纳其所得税 那是09年1月1日开始的 蒋务司08年发生亏损是1000万 这是正常经营亏损 08年的亏损可以用未来去弥补 而未来弥补正是亏损的转回 所以要算另外经营亏损作为可抵扣差异差异 这可抵扣差异差异是 视同是个可抵扣差异的话 用的税率可是未来的税率 所以这1000万的税率可是15% 注意按照税法规定 该亏损可用于抵减未来五个年度的应纳税组的额 该公司预计其在未来五年内能够产生的应纳税组的额是800万元 未来有足够的应纳税组的额抵扣可抵扣差异 那么你这可抵扣差异是1000万 而未来只有800万不是足够的那怎么办 以未来能抵扣的为限额 所以800万的限额有了 你今天要确认多少颠锁资产 必须是800乘以15% 而不是1000 800的15% 我们直接看 假定除上述事项外 假公司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下来关于假公司08年所得税的处理正确的事 我们来看 A选项 确认颠锁资产250 这里面1000乘15%和800乘15% 谁也不是250 所以是错的 那么确认颠锁资产150 100015% 这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将来只有800 所以800的15%是120 因此应该确认颠锁资产120 而不应该用800乘以25% 25是不能用的 我们只能用15% 并且是800的15%是120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C选项 这题虽小 但告诉我们两件事 一 我们今天的可抵护差异 到底确认多少连锁资产 不是用差异来决定 而是问差异能转回多少 只不过有些题目 他说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去抵减科抵护差异 那就说明今天差异都可以转回 所以他都可以确认 而这道题却告诉我们 差异是1000 却能转回800 所以只能以800为限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我们今天确认的地盐 用的是将来转回期间的税率 你别看今天可能是25% 但转回期间是15%的话 你得用那800乘15% 算120的地盐所得税资产 这两个点都要掌握 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好 我们来看第四题 蒋公司适应的且死的税率是25% 19年的1月1日 蒋公司向其15名高管人员 每人授予了20万份股票期权 15人每人20万份 你记着啊 1520万份 行权条件如下 上述高管人员在授予日开始 在甲公司连续工作三年 且这三年间 甲公司的净利润平均增长率 不低于5% 这里有业绩指标 则上述高管每人可在 21年12月31日 以每股五元的价格 这是行权价来购买假公司 20万股票 15乘20 行权价格是5元 授予日该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呢 是三元一股 当然我们按照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去算等待其内的管理费用和资本公司的时候 这三元是要用上的 截止到19年12月31日 上述高管人员 均未离开 假公司 没离开 你要是没离开的话 那我们就是 15 20万份 15人乘20万份 再乘以授予日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三元 这是三年期 再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最后是300万 这300万呢 我们就算出来了 它其实是借记管理费用 19年年末 如果按照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确认成本费用时 借记管理费用是300万 代际资本公斤 其他资本公斤300万 截至到19年12月31日 上述高管人员均未离开假公司 假公司预计上述高管 最终能够满足相关的行权条件 那好 我们继续看 假公司的股票 在19年12月31日的价格为12元 以股 税法规定 这时候问税法规定了 针对该项股份支付 以后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 是股票的供应价值 就是这个12 供应价值 与行权价格之间的差额 那么12元是它的供应 行权价格多少呢 行权价格是5元 12-5 这是每股差额差了7元 这里边一共差多少呢 15人每人20万股 每股差7元 那就是15 乘20 这是300 300再乘7 3721 3721 这是等待期内考虑的 总体的三年的 可扣除金额 那么你要把它 对照在19年 对应一下应该扣除多少呢 我们乘以三分之一 2100乘三分之一 最后还是700 因此这里是700 是可以扣除的 当然我们说 这700既然可以扣除 那么它都是 可以确认为 地严所税资产 是个可抵扣差异 700的可抵扣差异 我们是借记 地严所资产是700 代记的是 所得税费用是多少呢 700里边 有300是走管理费用的 这300的25% 我们走的是管理费用 另外还有400的25% 超过300部分是400 也就是最后 400的25%是100 这100我们走的是谁 走的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所以最后这里边 300的25%是75 对吧 300的25%是75 所以是75的 这个所得的费用 然后是100万的资本攻击 借方呢 我们走的是地严所资产 175万 这是我们算出的结果 咱看看四个选项是怎样的 一起看 应将该项股份支付 作为全结算的股份支付 他说不正确的 那这是正确的 应确认管理费用300万 人说不正确的 他正确的 应确认第二所资产175 他是正确的 应确认所得的费用175 错了 所得的费用 仅仅是其中的75 所以说他要找不正确的 那应该是递选项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递选项 当然这里的具体解析过程 不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分路 那么根据这个准则规定 这里面当期确认的成本费用是300万 预计未来显客税前扣除的金额 我们算出总的是2100 千万别忘了 要对应在一年里还要除三 除完三之后是700 700超过300的部分 我们要确认谁呢 要确认的是 技术所得的权益 这里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所以借记地研索资产是175 代记所得费用是75 而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在这里是100 好 我们来继续看 第五题 20年的12月31日 在公司因交易性金融资产 和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技术 其他资本收入金融资产的供应 叫做变动 分别确认了10万元的地研索资产 和20万元的地研索负债 千万记得 谁对应谁 这10万的地研索资产 是谁确认的 是交易性确认的 那么20万的地研索负债 谁确认的呢 20万的地研索负债 是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来确认的 所以 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两个分路 第一个分路是 交易性金融资产 确认地研索负债 资产的 我们是借记地研索资产 10万 代记的是 所得税费用 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确认地研索资产 是对应的科目 是所得费用 这没问题 这10万是 代记的是所得费用 而我们那20万呢 是代记地研索负债 20万 借记的是 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你是以供应家计量 且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你的供应家变动 走其他综合收益 你的所得的影响 也走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他走其他综合收益 20万 是走其他综合收益的 假公司当期应交 所得税的金额 是150万 借所得税费用 代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是150万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公司2020年度 利润表 所得税费用项目 应 劣势的金额是多少 问所得税是多少 那你的当期所得税 是150万 的时候 我们有个借记所得税费用150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是150 你所得的费用是 所得税费用是150万 但是你在刚才这两米分楼里面 借记点索资产 代记的是所得费用10万 所以你有个借150 代10万 150-10 140 老师慢点 那还可20呢 那20啊 代记点索费借记的不是所得费用 是其他综合收益 它不影响所得费用 所以本题呢 就是在150的基础 减就10 是140 因此本题的正确选项 是B选项 我们来一起看 借所得的费用140 这140其实是150 减10得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单纯写分楼的话 是借记所得费用150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150 放在这了 然后确认电索资产时 借记电索资产10万 代记的是所得费用10万 所以代方的所得费用 将在借房150的基础上 减去减完10之后 是140 然后呢 我们还要有一个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20 代记电索负债是20 把这三个分路合在一起 你会发现 所得的费用是150-10 最后是140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B选项 第六题 某公司08年1月1日 购入一项专利权 原价是1000万 使用年限5年 会计上采用直线法摊销 当然这跟税法一致 预计净残值为0 那就是说 无论会计还是税法 每年摊销金额都是 1000万除5等于200万 这一点 快计税法是一致的 08年年末 该公司对此 无形传计提了减值准备 这是08年1月1日来的 年末就简直了减了100万 那么09年末又计提了减值 50万 没完了 一下提了150 那么09年年末 该项专利权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这个啊 他其实是说 会计上 你对于无形资产时 该摊销摊销 该减值减值 在你正常摊销200万的基础上 你比如说 08年 年末 你当年呢 你就应该摊去200 当年摊200 剩800 800年末减100 减完100之后 你第二年还得接着摊 摊完之后又减了50 到底是多少 咱慢慢算 能算出来 但是那是账面价值 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呢 没问差异 只问 计税基础 那简单 计税基础啊 你问哪一年的 09年就摸呀 09年就摸的话 税法就是正常按部就班 探销两年 08年探销一年 09年探销一年呗 一年200 当初是1000万 一个200 两个200 减了400 是600 所以计税基础 600 就是600 是不是600呢 来看 真是600 就这么简单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他问的是计税基础 他并没有问你差异 要问你差异的话 你找出账面价值 找出计税基础 然后去比较 当资产账面价值 大约计税基础时 是应该税差异 确认低延所负债 当资产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时 是可底过差异 确认的是低延所的税资产 这里边既没问差异 又没问确认 而只是问了计税基础 那就单纯从税法角度来看 最终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这就成了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为 C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多项选择题 首先是第一题 下来交易或事项中 可能产生应纳税 自然性差异的 既然应纳税 应纳税是让将来的 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将来多交税 今天让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将来多交税 这叫应纳税差异 好 来看一下 为关联方提供债务担保 而确认的预计复战 按照税法规定 既提时和实际发生损失时 均不允许时间扣装 不允许就是不允许 不分先后 没有什么时间问题 所以它也不会产生什么 应纳税 在这差异 所谓应纳税 是今天的差异 将来可能让应纳税 增加 这叫今天有差异 将来是转回的 而这个什么时候都不让扣除 它就是没差异 它都是没差异 或者叫永久性差异 但是这个呢 不可能产生应纳税的 我们继续看 企业当期以免税合并方式 合并了乙公司 合并当日乙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应价值与寄税基础 存在差异 那么当可辨认净资产 这个供应价值 也就是我们会计的账目价值 和寄税基础形成差异时 这里会产生税块差异 我们是应该确认的 那么就有可能会确认 它说可能产生 它就有可能会产生 应纳税三次差异 确认的是低延所是负债 这是有可能的 企业 当期过入无形资产 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 无形资产基础核算 且当期测试 未减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寿命不确定 使用寿命不确定 当期测试没减值 你这没减值 没减值的话 咱们 会计的账面价值 这里边 没有减值的处理 因为使用寿命不确定 没有减值还是保持原来的 但是你的税法 还是要按照该怎么贪销 怎么贪销的 税法一贪销 你账面价值大 寄税基础小 所以可能会形成一个应纳税 怎差异 这得慢慢推倒一下 递选项 且当期收到客户预付的款项 尚未确认收入 收到钱 没走收入 走的是合同负债 那么是个负债 按照税法规定 在发出商品时 确认收入 也就是说 税法也是 当期收钱时 没确认收入 将来才确认收入 于是你会发现 我们今天这个合同负债 将来一旦流出时 流出金额将来能不能扣除呢 由于今天没交税 所以将来也不让扣除 那这里你是有多少合同负债 你将来不能扣除多少 不能扣除多少 账面价值和积水基础相等的 相等的就不会产生 应纳税 在这差异 它没有暂时性差异 所以本期能够产生 应纳税在这差异的应该是 BC 两个选项 好的 就是BC两个选项 那么这里的具体解析过程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再看第二题 下来有关DN索税 快捷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无论暂时性差异的转回期间如何 相关的DN索税资产和DN索负债 都不需要折现 正确 因为我们随于说是将来多交税 将来少交税 但绝对不是把将来的金额 折现到今天我们是不需要折现的 这是对的 再看 本期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均应确认DN索的资产和DN索负债 这里边过于 这样的 太绝对了 说本期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均应确认DN索负债吗 其实有些是不确认的 除特殊情况外 才是均确认的 这也没说除特殊 就直接就说均 这说法是不正确的 好 我们继续看 与 直接进入所有的权益的交易 或者事项相关的 DN索负债影响 我们要进入所有的权益 证确 肯定是的 你要跟资本攻击相关 你借记DN索资产 代替DN索负债 对应的就是资本攻击 你要是跟其他生活收益相关 你对应的就是其他生活收益 这是肯定的 我们再看 D选项 资产负债表示 对于DN索负债资产 应当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 或清偿该负债期间 适用的税率 没错 将来的税率 如果未来期间 税率发生变化 应当按照变化 后的新税率计算确定 并且要对DN索资产的 下面价值进行复合 正确 使你原来的DN索资产增加的 咱就往上调 借地DN索资产 代替相关科目 要是减少的呢 就往下冲 这种往下冲减 本身也是我们DN索资产的 减值的一个处理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 ACD 三个选项 好的 就是ACD 我们来继续看 第三题 下来有关索得税处理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 企业在编制合并财报表时 因抵消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导致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预期 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 确定的计税基础之间的 暂时应差异的 在合并资产负债中 确认DN索资税 同时调整合并利润表中的 索资费用 完全正确 你比如说 母公司把80万的商品 卖了100万卖给子公司 在子公司那积压在库 我们那个底销翻楼怎么编的呢 借营业收入100万 贷营业成本100万 借营业成本20万 贷存货20万 存货减少了20万 实际上在合并表中 会计的存货的账面价值是80 但税法认为呢 你这边是80 卖了100万给对方了 你这边没了是0 对方是100万买的 你们俩加在一起 一边是0 一边是100万 所以税法认可100万 你看啊 我们合并报表上 账面价值是80 税法认可100 计税基础100 账面80 计税基础大约账面价值 形成是可底或差页20万 这20万 确认的是地缘所资产 借地地缘所资产5万 待机的是所得费用 地缘所资产 是引起了资产付表中的 地缘所的税的变化 同时你 待机的是所得费用 那就是利润表中的所得费用 所以这A选项是正确的 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的 未弥补亏损和税款抵减 应是从可底扣差异来处理 是这样来做的 虽没有资产负债的账面 和计则基础的比较 但它的效果是让将来的 应大税所得减少 所以是可底扣 暂时性差异 好的 我们继续看 C选项 企业合并中 按照快递规定 确定的合并中取得的 各项可变资产负债的 入账价值 与积税基础之间 形成可底扣算差异的 应确认相应的 低延所是资产 并调整 应于确认的商誉 或资本攻击等 这说法 也是正确的 在合并中的 各项资产负债的 账面价值 技术基础是可以确认的 合并中形成的商誉的 所得是影响 我们是不确认的 递选项 购买方对于合并前 本企业已经存在的 可底扣算差异 合并后 在满足条件时 应确认相关的 低延所资产 同时调整商誉 或者营业外收入的金额 听起来似乎也是对的 购买日的时候 当时已经存在的 可底扣差异 合并后 满足条件才确认 说明当时不满传 当时没确认 并后确认 确认时调整商誉 会影响收入 对不对呢 这个 你要是不调整商誉 还好说点 你要是一调整商誉 你这种调整 离购买日 时间不能是超过12个月 应该是12个月以内 你没说12月的事 这事 你就不能说错了 你必须强调12月这个条件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 是ABC 三个选项 好 ABC 三个选项 具体解析过程 不再多说 我们来看第四题 下列暂时性差异 在确认 电锁税时 不影响 所得费用的 有 确认 电锁税 还不影响 所得费用 那就是走资本攻击 其他总共收益 商誉等等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他找的是不影响的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供应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投资房地产时 供应带账面 非投资性房地产 比如说自用的固定的产 转成对外出租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 如果是供应价值模式 计量 借记投资房地产 供应价值 代记自由资产 账面价值 供应账面价值 在代方形成的是 其他总共收益 其他总共收益 所得是影响 走其他总共收益 你说不影响 所得的费用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为以供应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房地产时 供应小于账面 要是供应小于账面的话 供应比账面价值小 差额存在借房 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它是影响 这要是确认所得是影响的话 它是走所得的费用的 你别看都是供应和 账面之差 代方走其他总共收益时 我们确认所得的费用 你比如说 你确认的是个地盐所得负债 你借记的是其他总共收益 但是你要是 差额出现在借房 你是账面价值小于 继续基础形成的是 科体货差异 你确认地盐所得的资产 是对应的是所得的费用 只有那其他总共收益的 才对应其他总共收益 再看 交易性集中产 供应价值上升 这是对应的所得的费用 持有的以供应价值 计量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总共收益 集中产供应价值上升 因为它走的是其他总共收益 所以它的损失影响 还是要走其他总共收益的 走其他总共收益 是不影响所得费用的 所以本题不影响所得费用 是ID两个选项 好 就是ID 是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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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